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兴奋激动 兴奋什么呢 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先看一看新闻 新闻是来自于中时新闻 新闻的标题是这样讲 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美国物院官网拿六项保证 左图为旧版美国物院美台关系现况简报有关一中政策的部分 又为删改新增的部分 美国国物院5日更新官网上的美台关系现状简报删除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 还有不支持台独等措辞 并增加了长久以来美国奉行由台湾关系法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所指引的一中政策 不过一直到5月3日 美国国物院官网上还可以看到 东亚局2018年8月31日在川普政府主政时期的版本 如果旧版本已纳入存党区 旧版上写道 基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的联合公报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并确知中国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 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此外 旧版也名言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而维持与台湾牢固的非官方关系 是美国的主要目标 也符合美国推动亚洲和稳定的期望 而新版美台关系现状简报中说 台湾身为重要的民主政体和科技重镇 是美国在印太的关键伙伴 美台有共同的价值观 深厚的商业和经济关系 以及牢固的民间关系 而这形成了双方友谊的根基 也成为广大美国和台湾交流的动力 简报中并指出 美国在台协会AIT虽然是在台湾关系法下的非政府组织 负责落实美台的非官方关系 但文中再次强调 美国与台湾的合作将会扩大 新版简报中还说 和台湾关系法一致的是 美国会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与服务 以使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 而美国也继续鼓励 符合台湾人民所愿和最大利益 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另一方面 新简介中也强调 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加入 不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 并鼓励台湾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无法加入的组织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提及台湾时说 他是独立的 会自己做决定 而这随即引发争议 因为华府从未正式说明相关立场 后来有记者询问拜登 由于他在提及台湾时用了独立这字眼 是否意味美国政策有所改变 而这位白宫主任否认 他的评论意味着承认台湾独立 他强调 他们必须做决定 台湾而不是我们 我们没再鼓励独立 好 这个文章首先是从这个绿营那地方 兴奋 觉得 呦 好 美国改变态度了 紧接着其他的媒体也在引述这篇文章 就是 哦 原来确实他的措辞不一样了 一个是不鼓励台湾独立 拿掉 另外呢 台湾隶属于中国 拿掉 这个就看出来有一个动向 有一个趋向 美国现在开始要打台湾这步棋了 这个棋子要往前打了 为什么现在要打这步棋子呢 就是美国之前在拜登主持下 乌克兰本来是在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就是他负责乌克兰的 乌克兰那个地方 他们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 钱也打过去了 司机也好 总统也好 都已经包包已经足了 这个时候 当乌克兰引发了俄罗斯出兵之后 美国人发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和俄罗斯作战非常非常好 第一 军火商大发奇才 第二 不死美国大兵 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 其实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作战 但是美国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只投入钱和武器 与阿富汗相比 他觉得这个是最佳模式 最好的战争模式 就是我不出人 我出武器 我出钱 有人替我打 替我打他们那个既定的敌人 这种方法呢 美国是双收获 经济上收获了 我制裁你了 我让你怎么怎么样了 我没收你的钱了 我冻见财产了 第二 他收获了一个道德 他现在你看 现在美国就拼命的把俄罗斯就打成 你就是一个混蛋王八蛋 而我美国 我乌克兰 我斯基 呦 我们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我们是呦 我们是正义的 而俄罗斯普京呦 你是邪恶的 你是纳粹 你看 双丰收 道德上 舆论上 他认为呦不得了了 哎呀 我是维护和平的 我给你武器是为了维护和平 而你打是战争 同时呢 由于这掀起来以后呢 无论从经济上 从军事上 美国都是得利的 因此 这样一种模式是过去他们没有尝试过的 过去呢 不管是伊拉克也好 阿富汗也好 在伊拉克的时候呢 法国人并没有加入 打伊拉克的时候只有美国和英国 那个时候 不管你怎么打 你美国大兵是要死人的 而其他国家呢 只派几个竹子过去 比方说阿富汗战争 澳大利亚也去几个竹子 加拿大也去几个竹子 那几个竹子假装是联合国部队 德国也去几个竹子 但是那人都不多 可是在阿富汗那个地方 你美军在伤亡啊 人家阿富汗人在打你美国人 当美军伤亡 死伤 美国大兵献出生命的时候呢 在美国国内就有反响 我们干嘛要打这个战争 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去死 我们为什么要去送死 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也好 只要他出兵的战争 包括以前的越战也好 韩战也好 只要是他出兵的战争 最后呢 在道德这个平台上呢 他都没有占上风 他都失掉了 在国内会失去他的道德制高点 在国际上 就阿富汗这个事情 美国他也没有得到道德的制高点 那就道德他失去了 仗还没打赢 人还死一大堆 这个怎么算怎么算的小算卖啊 打下来以后呢 觉得得不上试 那怎么办呢 仗还得打呀 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模式 战争最佳的模式就是找一个人 你替我来打仗 而你不是我美国人 你是随便什么人 你愿意是波兰也好 鸟克兰也好 芬兰也好 什么捷克也好 随你便 只要你要愿意为我来发动战争 打我想打的敌人 那这个事情太好了 终于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战争调起来了 那普京再不打的话 他已经大军压禁了 被约已经跑到他门口来了 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司机跟着脖子拼命要打 这个呢是最好了 对于美国来说 发动一场代理人战争 这个是最佳模式 自己的兵不用 去一个指挥官 去两个指挥官提供一点情报 这个不伤大牙 而且还在暗处 别人还看不见 真正死伤呢 反正美国大兵不死呢 在美国国内 现在就没有这股情绪 没有一种说你怎么怎么样 美国批了多少武器 多少钱 参众两院 民主共和党都同意 这种情况下 你看在美国内部 就没有杂音了 现在用乌克兰这个模式 美国前不久一直在说 就是俄罗斯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 谁是我们美国的主要敌人呢 现在已经转过来了 中共 中共是我们美国的主要的敌人 当这个话题转过来之后 好 现在的开始 那要让中共也变成今天的普京 也让全世界来谴责他 那就要让中共来进攻台湾 就很像普京进攻乌克兰 非常之像 用这个模式来套装这个地方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 得让他打呀 之前不是美国这么多将军都说了吗 两年六年 他们要打你 共军没打 怎么才能打起来呢 卖给台湾一批武器 自走炮呢 改合同了 就是不给了 虽然钱付了 反正我也不退你钱了 换一点东西 换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看了一看 自走炮这个东西 打不了几公里 也就是说你打不到对岸去 你只是在台湾岛内 炮打总统府还差不多 炮打高雄市还差不多 好 那现在这些自走炮呢 给了乌克兰了 说库存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台湾换了 换什么东西了 有进攻型武器 要进入台湾了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在 刺激北京政府 注意 我现在给它 这是进攻型武器 我这个东西 能打到你中国大陆去了 中国大陆干吗 它有可能不干 就好比说 导弹如果都布置在乌克兰了 随时可以打到莫斯科了 普京干吗 普京一定不干 不干怎么办 弹不下来 怎么办 打 所以现在这个台海战争 很可能被一个杠杆给它撬起来 很可能再撬 我相信呢 只要他想撬动它 这个东西就一定成 这个问题呢 顶到最后呢 就是不可让了 要不然 你就让台湾独立 你让吗 不知道 要不然的话 你不独立 那好吧 那你就要采取动作 一采取动作的话 台湾海峡这么老远 你采取什么动作呢 那一定是飞弹动作嘛 在这种情况下呢 咔一打 那个时候 好 第二波舆论就来了 道德制高点还在这边 台湾老百姓就变成了 今天的乌克兰老百姓了 惨了 招谁惹谁了 一顿臭杂 导弹臭杂 也没人理你 跑 你能跑哪去 有几个能跑得出来的 最后 把台湾炸成废墟 谁倒霉了 还是老百姓倒霉了 但是中国是不是俄罗斯 这个我们并不知道 至少 这个动作 这个趋向 能看得出来 就是台湾有可能成为 代理人战争那个族 这个现在要挺族了 这个族子在下棋的这方 已经明显的已经往前 准备要推进了 族推过去 一盘棋下完 下到最后 族子都是被先杀掉的 鞠马炮在后边 那台湾这个族子 如果往前挺的话 现在因为蔡甲博士 很兴奋 很高兴 绿营很高兴 所以他们非常愿意 往前挺 这个就讨厌了 这个 这个往前一挺的话呢 倒霉的就是这种 普通的台湾百姓了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也许在台海这边 开辟一个第二战场 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已经在启动了 但是什么时候发生 这个我们看不出来 至少从这篇文章来看 我的解读就是 现在要让这个地方 要火腰味要上来 要拱火 拱拱拱 当然全世界有几个像普京这样的 这个我不知道 他也是最终呢 在考验这些政治领袖们的智慧 大的智慧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种版图啊 现在好像在改变 嘴巴说了都没用 我们就看他现实当中的行动 这个行动可能会导致某一个地区 老百姓遭殃 也可能会导致某一个地区的 军火商发大财 很明显 如果台海之间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军火商一定是挣钱的 第二 道德的制高点又被拿他拿去了 又在那边 中国呢 一定就被打到道德的最底层了 而台湾呢 就变成了一个受计包 无辜的乌克兰 跑吗 能有钱呢 就先跑出来了 没有钱呢 就在那土地上糟糕带着吧 这种现象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发生 但是现在有人想让它发生 所以从过这篇文章呢 这样的一种改变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叮咚咚咚一顿臭杂之后 拜登再次到北京 跟习握一下手 咱俩还是哥俩好 人家俩没事 打来打去 都是打的是台湾老百姓 美国导弹它也不会打到中国大陆去 中国导弹也不会打到美国去 但是台湾这块土地呢 有可能遭殃 这个趋势呢 我们关注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就反映出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很可能这个地方火腰味要上升 要给它点起来 台湾的绿营 高兴得太早了 这种高兴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对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台湾有好处的事情就是不要战争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老百姓不要卷到战争里面去 这个台湾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的话 未来的前途 我觉得就打上一个问号 我们看一看下边这个怎么点 这个怎么挑这个火焰 点火呢 是要加柴 点火 吹风 点点点 这火焰就烧起来了 现在这个已经开始点了 以上是我们的解读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